Ruby Recommendation 2018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企业上司Carrie Gunn 虽然今天你没有办法出席 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感谢 感谢你坚持了三年 终于把我带进了Return Legacy这个大家庭 其实在2014年我就已经认识了RL 我是在Facebook上看到Carrie的分享 也向她询问过 询问过后没有加入的原因呢 是因为要花几千块来买产品 因为害怕顿货卖不出去 所以我就没有再更深入的了解 之后我是因为Hedge Plus 因为Hedge Plus很吸引我 在14年到17年期间 我向她购买过无数次的Hedge Plus 那个期间呢Carrie也是有让我了解 就是赚钱的商机和其他的产品 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时间 因为我要做工 我要照顾孩子 我要煮饭 我要做家务 我根本没有时间 所以我一再地拒绝了她 直到去年的12月份 我再次向Carrie购买Hedge Plus的时候 这一次Carrie她很坚持 她一定要我加入 那一个院里刚好是有Hedge Plus的Promotion 就配套里面有包括了15支的Hedge Plus 我很记得当天Carrie跟我讲 她讲 云啊 这个配套里面有15支Hedge Plus 你卖出去之后你就已经赚钱了 当时我坐在车上凌晨12点多 我听她这么说我讲 哇这个Carrie非常非常的严重 15支Hedge Plus卖出去 只有大概两到三千块 可是那个配套是六千多块 为什么她告诉我已经赚钱了 在经过了解之后 她有告诉我里面有包括一些其他的产品 就是有Marigold跟Botton 然后我就这样的跟她拿下了这个代理配套 在拿下代理配套之后呢 其实我没有想过我要精英 我只想说我要调理一下我自己的身体 因为毕竟本身那段期间 比较虚弱 人感到很累 而且我时常驾车驾到睡着 那么我就想说买了这个配套 调理自己的身体 看一下怎样 因为我在Facebook上真的看到很多Return Legacy的 好评 之后的两个星期 产品我收到了 Carrie也邀约我跟Janice见面 Janice到我家来 她让我了解marketing brand 其实在了解marketing brand的时候真的很吸引我 因为不管Janice翻到哪一面 我总是听到好像有很多千砖 可是在过后呢 我又觉得我自己没有人脉 朋友不多 我也没有时间 我就先把它搁在一边 我还是决定我用了产品看怎样 其实当天呢 Janice也是有叫我挑战那一个星期的疗程 我不懂Janice还记得我那个样子吗 因为她叫我挑战的时候 她 我就被她吓到 因为真的是我觉得很贵 要喝很多产品 我要花一大笔钱来吃这个产品 我就很惊讶 之后呢 Janice回来了之后 其实我有坐着自己想想一下 我想说我已经花了一笔钱了 产品也在我家了 不妨我就试看看 过后我就try了那一个星期的疗程 一个星期的疗程之后 我真的给这个产品给吓到了 我真的爱上这个产品 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产品 因为只是在短短的一个星期里面 它改善了我那疲惫的身体 驾车也没有再驾到睡着了 我真的很喜欢这个产品 之后我也开始使用了Redoxy 就是大家口中所说的 那个一分钟就可以让你黏Firm Up的Redoxy 使用之后呢 也一样的我真的很喜欢它 结果我就把我 梳妆台上所有的复复产品 都换成了Return Legacy的产品 也因为自己很爱这个产品 很喜欢这个产品 我开始的向我身边的亲戚朋友介绍 就是分享 亲戚朋友们也看到了我的改变 也跟我拿了一些配套 所以我就这样子傻傻的 懵懵懂懂懂的 我就在我加入的第四个月里 成功Firm上了Ruby Manager 也在同一个月里 我得到了公司的奖励 价值2595的P Wallet 还有一枚价值2888的金牌 奖金与奖励加起来 我以建职的身份 成功的 赚取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五位数 其实当天我真的真的很开心 我可以想象得到 我睡觉都是笑着睡的 因为我没有想过 我可以用兼职的身份 来赚取这个五位数 是我打工这么多年以来 都没有拿过的薪水 在这里呢 我也要向Janice说声谢谢 谢谢你一直以来的陪伴 与教导 每一次我遇到问题 你都会教我怎么去解决 每一次我约见伙伴 不管是JB 或者是Skama 还是其他地方 你都一定陪我去 谢谢你 最后我想说的是 敢于尝试 是一个人敢于挑战自我的表现 只有敢于尝试失败 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敢于尝试 感于尝试是开启成功的大门 谢谢大家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好 probable 希望计划 独立 做个 208 207 2014 2010 208 2010